大家好 这里是阿尔科技 我是蒋正宁 今天要拆小米10青春版 我特意去捡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发型 它的上手体验 我的同事已经在上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开拆 先用专业的卡针取出卡托 双卡槽设计 不支持内存卡扩展 外侧设有防水防尘胶圈 关机后用吹风机对后盖加热 平刀口从底部卡入 线上挑起一点缝隙 卡入指甲 沿边顺势划开 所有的螺丝都是一种规格 盖板上集成了NFC天线 通过触点与主板连接 断开电池 尾插排线 屏幕排线 天线连接座 镜头保护盖非常的重 上面还集成了闪光灯 4个镜头相对应的位置 都有缓冲泡棉 断开相机所有的连接排线 取下相头 相头的参数先看图 用镊子挑起听筒 断开感应排线 即可取出主板 我这台的CPU和硬盘呢 都是有带胶的 这是主板所有侧量的参数 给大家参考一下 用镊子挑起小挡板 排线还要用胶与中框固定 拧下底部盖板的螺丝 取下盖板 取下盖板 喇叭还是挺大的 断开底部的所有排线 取出屏下指纹 比起小米10呢 那真是厚太多了 断开天线 取出小板 上面集成了卡槽 Type-C接口 尾插和指纹座子 用镊子伸入震动底部 向上翘即可 什么轴呢 同样交给弹幕 撕开两侧的易拉胶 取下电池 容量为4,160毫安 中国制造 断开屏幕的排线 用吹风机对屏幕加热 一样平刀口从顶部卡入 向上挑起一点缝隙 借助一下指甲 顺势向下划开 撕开剩余的易拉胶 取下延长排线 老规矩 单板开机 测试屏幕 可以啊 一切正常 撕开上面的石墨贴纸 下面还藏着一根上热铜管 厚度的话中规中矩 小米10青春版的内部 基本就这样子了 请持续关注AO科技 更多精彩的视频等着你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青春没了 青春都还在 哎 你还没关啊 我怎么是这样子的 哦 我怎么会发现 赝不咒 我怎么会发现 我怎么会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